今次教大家如何善用膠瓶的瓶蓋 究竟膠瓶的瓶蓋有甚麼用呢? 有時真的想不到甚麼方法可以善用 今次我教大家兩個好辦法 有時小朋友的色碟經常都要買 我教大家不如用膠瓶蓋做一個色碟 可以儲齊紅橙黃綠青藍紙所有顏色的瓶蓋 便方便小朋友去認顏色 今次我準備了一塊廢棄的木板 來做一個顏色碟的底部 將瓶蓋分佈在木板上 用熱溶膠窗固定 便變成一個很好用的色碟 有時我們用膠袋收納食物時 膠袋可能比較硬身 很難密封 教大家用膠瓶的瓶蓋口 來做一個收納法 像我這樣 將膠瓶的瓶蓋口 這樣剪出來 剪一個瓶蓋口 最好用剪鉗 因為剪鉗的力度大些 還有可以將膠瓶的瓶蓋口 全部收納 怎樣用呢 就像我這樣 將膠袋套進去 再用膠瓶蓋領緊 其實已經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收納袋了 Hello 今次教大家做一個隔熱杯墊 隔熱杯墊主要的原理 都是一個米字的珍寶 我們需要米字來做一個骨幹 如果你家裡有這個圓環 當然最理想 但其實很多家居用品都是環形狀 好像我手上這個 其實都是一個毛巾架上的環 首先我們用布條做一個米字 因為這個杯墊不是太大的面積 所以我就用三條直線做一個基本的骨架就可以了 這個杯墊不是太大的面積 拿著布條從環聚中心開始織 用的方法只是高低布 就像我現在這樣 布條在上面、下面、上面、下面、上面 一直織法 其實直至作品完成都是一個基本的步法 可以拉緊一點布條 令到你出來的成品的形狀會美觀些 囫子去噴射 黃ald 李宗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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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完成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